进入秋冬之后呢 全球肺炎的疫情急速升温 虽然目前台湾守得很好啦 但我们可以发现 最近境外移入的这个确诊病例 也提升了很多 那目前全球呢 的这个肺炎病例最高的这个国家 就是美国 不止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 1100万 那速率也是不断的飙升当中 而欧洲的整体累计病例数呢 也已经超过了1500万例 而且大约每4天 就有这个多这个100万 这个100万例的感染人数 那很多国家也都陆续宣布 进入了新一波的封锁状态 那我们就很好奇啦 那过去我们认为 医疗体系相当完备的 这些欧美国家 为什么这一次在对抗疫情上 还是碰上难题呢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 财团法人吴国健医生基金会的 董事长刘振坤医师 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来欢迎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再介绍其他来宾 那首先是这个单元的主笔 美艳动人动眼神经 哈啰 大家好 欧包很大的朱仲翰 大家好 出帐嘴凯莉 好 那首先我们先谈谈 这个巫国健医师 这个组织啊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我知道是不是像太阳的后裔那样 对巫国这个问题当然不是 是没有办法真的这么帅 这么漂亮 然后美艳谈恋爱 他们穿军装我们不可以 而且巫国健医师已经成立多久了 49年 明年有50年 50年了 那你们都去哪些地方啊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天灾人或疫症 需要帮助的地方 基本上都集中在非洲中亚跟中南美 还有南欧的一些地方 你自己去过哪些地方 我去的地方多半都在非洲 我去过南苏丹 狮子山共和国 刚果民族共和国跟中非共和国 OK 听起来都是很危险的地方 对啊 而且他你是不是都在很危险的时候去的 刚果比较危险 然后南苏丹稍微危险 中非离开之后才变危险 狮子山还蛮好的 我觉得他的标准 可能不是都一样 跟我们讲个故事啦 好不好 我们讲个故事 我有个病人他是被人家拿的AK47 塞进肛门拍了一枪 天啊 然后有一个 他有活下来吗 有 可是后来就是 他的膀胱有问题 所以要长期要放尿管 然后有一个半夜 我有一个病人是 有机队的军人 他自己玩了手榴弹 把他的手炸了 肉都没有 剩下骨头跟皮贫在一起 然后半夜来做手术 然后也有病人是枪孔 两边穿过去 然后长着楼 但是我们没有在 这么前线冲突的地方 那零星的 这已经听起来很前线了 这样还没有很前线 这不是每天都这样子 没有每天 但是时不时会看到 那我的医生就是都是医生吗 就是都是来 其实医护人员为主 但是还是有很多后勤辅助的人 好比说行政啊会计啊 然后我们要有人做水电啊 设计医院啊后勤啊 当然有人规划我们的往返的行程啊 还有药师啊实验室的人员啊 很多很多后勤的 好那我们现在终于要谈到 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问一问 我们最好奇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一次啊 像是这个美国 法国 英国之类的 那我们过去认为这个医疗体系 虽然是非常完备 而且新进的国家嘛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被疫情 K的这么惨啊 那主要是什么部分 你认为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用一件事情来说好了 我在几年前有个法国朋友来 法国同事来台湾 然后我们带他逛来逛去之后 他突然就真的很小心的 问我一个问题说 我可以问你一下 为什么台湾人到处都要戴口罩吗 那时候我回答很委婉 就是说我们当然不想 自己感冒不想传染给别人 也不想被传染 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03年的时候受到SARS的 这个疫情的教训之后 台湾人都非常的注重 戴口罩跟传染病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我可以从我同事的态度跟眼神那种 发现说他觉得戴口罩这件事情 其实蛮奇怪的 所以就是民众一般的这个对于防疫的概念 防疫的概念其实是 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因素 那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说这个只是 比如说人的行为 或者是一些管理上面的东西 那五国街医生就是现在面临说 这些先进国家好像医疗崩溃 那你们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必须坦白说 一个NGO是没有办法取代 这个国家的原来的医疗系统 尤其在先进国家 先进国家可以提供的医疗水平 其实是超越我们在前线可以提供的医疗水平 所以我们在先进国家能做就是辅助的工作 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一个疫情要结束 必须所有人都被纳入 医疗体系之内才有办法结束 但在现在的先进国家情况底下 很多弱势族群没有被纳入医疗体系 好比我们有进去Nursing Home 帮他们照顾Nursing Home的病人 提供一些必要的医疗物资 还有在西班牙的公开的地方 我们有做一些筛检站 有提供一些洗手的地方 然后我们有给难民一些必要的物资 我们有发放一些非医疗用的口罩给民众 不是医疗人员 非医疗用给民众 然后我们当然还有在欧洲提出说 我们要尊重这些被弱势族群的医疗权益 因为你这些人 他们没有被包含在医疗体系里面的时候 他们还是可以到处移动的 一旦他们有受到感染 你却没有照顾他们他们还是会把疫病传染给每一个人 即便你先进在医疗体系里面做得再好 破口还是在那里 所以必须要所有人都包纳在医疗体系里面 在治疗的这个范围里面 才有可能把这个曲线给拉平 所以其实先进国家跟 你们过去在做一般的那些 是不太一样 我们假设无国医生提供的医疗水平是这一个区间 那先进国家可以提供的医疗水平是这个区间 那发展中国家本来的医疗水平是这个区间 那我们在先进国家能做的是辅助的工作 但是我们在发展中国家能做其实是比当地的 比当地医疗更好 所以我们在前线做的事情就跟在先进国家做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很好奇是一个NGO它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嘛 那现在遇到疫情是一个全球流行病的情况 你们是怎么样选择你们要 比如说听起来你们在欧洲有一些据点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据点 那是怎么样做这个资源 其实我们在疫情发展的时候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七十几个国家里面有计划 我们是就现有计划去做资源的重新分配 但是在我们欧洲所处的 我们所谓的本来就在的有办公室的国家 我们就是像我刚刚说做资源 做资源当地卫生机关没有办法达到的部分 但在前线的时候 我们有努力的去找寻很多的物资 好比说在大家都知道 那个个人防护设备当初都找不到了嘛 然后口罩也非常非常困难被找到 我们其实有启动我们本身的里面本来的 就是供应链的连结 去努力的帮前线的医疗人员 跟我们自己所在国家的人找到一些防疫物资 但虽然很有限 但是事实上在那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其实已经尽力找到一些东西在帮助大家 所以其实除了医疗啊像刚刚防疫物资啊什么的 其实你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资源嘛 那再来就是可能大家很关心的疫苗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大家很希望疫苗赶快出来嘛 希望可以成为这个终结疫情的这个曙光这样子 可是我们最近也开始陆续听到说 有一些时政啊有些研究出来说 好像有些疫苗成效不错 那各个国家也开始要抢要订 然后要赶快去抢到这个疫苗的这个资源 那会不会那你觉得说就算说他们说是希望说 大家疫苗资源可以全球平均分配嘛 但是有可能办得到嘛 那如果办不到那刚刚讲到这些比较贫穷啊 或是比较有困难这些国家 他们会不会到时候变得很严重 先回来我让你提我们台湾抢得到吗 我相信我们的卫生主管机关 OK好好好来来继续 政治正确 对对对 然后没关系 不如说弱势弱势怎么办 全球的这些弱势 我觉得以药厂的立场来说 他们一定要想维护他们的专利 跟他们的权益 跟他们的营收 但是我们五国接力生 有在这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倡导一件事 就是no pattern in pandemic 就是在全世界疫症当中 没有专利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运用各个国家的政治力 跟影响力去让药厂打破他们专利 能够让其他的药厂能够生产专利 以下的学民药跟疫苗 让大家都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在这以外 我们也会去跟各个提供发展疫苗的厂商 做协商 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样的价格 把疫苗卖给我们 提供给比较发展中国家弱势需要的人 那当然协商需要很多很多努力 但是我们会不停地跟他们交涉 像我们在2015年就曾经跟 辉瑞药厂交涉过他们的肺炎疫苗 让他们从原来的60块美金一剂 降到不到20分之一的价格一剂 提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提供给我们前线需要的病患时间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 是一个道德的压力还是说 不然你们有什么资源去跟 人家药厂是非常有钱的 应该说他们在研发的时候 花很多钱 他们当初其实 其实五国街医生 我必须说 五国街医生在全世界 还算一个蛮有影响力的注资 在伊波拉拉的时候 我们的国际主持 Joan Liu有被邀请到 联合国区发表过演说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 不断跟他们交涉 我觉得他们是被我们 掳到受不了的吧 本来他是说要送我们一批疫苗 但是我们是拒绝了 为什么不要 你们这样很奇怪 人家要送你你也不要 因为接受你 男人手短嘛 所以我们不接受 其实坦白讲 我们不接受药厂 军火 能源 钻石 酒类的相关产业的馈赠 蛮多的耶 听起来蛮多的 任何跟冲突 武装冲突 跟世界的冲突有关 跟健康有关 会危害健康的 这些产业的馈赠 我们都不接受 是五国界医生的原则吗 对 是我们长久留待的原则 可是我觉得 有钱不是很好吗 有钱可以做很多事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贵 世界上他不会没钱 他们是财团法人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财力 对啦 可是为什么 可是听起来蛮龟毛的好了 为什么都 对啊 跟我们解释一下 世界上的钱那么多 你也不用都拿他们的钱 应该是 你有这些钱 你就不用跟 那些什么辉瑞 如这么久 你可以买他们原价 还是来自于公众募款 其实公众募款 还是我们最主要的来源 我们其实需要的是 更广大的民众的认同 那我们当然很 很怎么讲 很感谢 其实有很多大气的愿意 借钱给我们 但是这些产业 你本身是跟冲突有关系 好比说我拿了你石油产业的钱 然后我去中东 本来就是因为石油爆发冲突的地方 帮助这边的人不是很奇怪吗 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美军在阿富汗就是误炸了 美军说是误炸啦 无国界医生的医院这样 然后造成轩然大波 然后我记得你们其实 是很多分会都有提出来声明 就是要调查要什么 可是这样听起来 其实是没有很政治中立 对啦 其实那一次我们有报道到这个 然后我们就是引用美军的报告 结果还被贵单位来函 其实我先这样说好了 那一次 那个邓新闻还有帮我们做了一个短片 就是其实那一次 欧巴马总统有打电话 给我们的国际主席 Joanne Liu道歉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美军几件 美方出了几件事 第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单方面的调查报告 其实我们有在联合国里面根据国际人道法 以国际人道法提出一个独立调查的要求 到最后很不幸的只有十几个国家签署 我们不停的要求要独立调查 但这最后还是没有 美军拒绝他们自己做的单方面的调查 给了我们一份2000多人的报告 某些地方来杠掉 那他们说会造成他们所谓的误诈的原因是 那个飞行员在飞行之前没有简报 飞行上了之后飞机上没有带地图 上去之后没有带地图之后只好靠牧室飞行 靠牧室飞行之后 他又靠牧室看到了发光的屋顶 他就偏离了原来的航道 然后他就开火了 但是在这一次的他们所谓的误设当中 我们的Kundus医院里面 一共有42个人往生 其中有24个是病人 14个是我们当地员工 跟4个是照顾当地 caretaker就是照顾病患的人 我没有办法忘记我看到 那个火在交互病房燃烧的那个景象 在之后的杂志上的照片 我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 我看过什么东西 我们从前线每一个回来的同事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PTSD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对于美军这个报告 非常的不满意 对 非常不满意 但是 可是我觉得在政治上面 无国界医生 因为你们去的地方都是前线嘛 所以在政治上不完行吗 我需要说的是 保持中立需要有高度政治敏感度 所以我们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好比说就拿这次医院的事情来讲好了 美军当然有提出要补偿 当地我们当地病人的家属当然有提出他们要得到补偿 那无国界医生可以接受这个钱吗 其实不可以 或者说我们接受这个钱 或者帮你分配这个钱吗 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来自病人的压力 我们有来自美军的压力 我们还有独立的压力 今天我拿了你美军的钱 在昆德斯这个地方 接近塔利班大前线的地方 我拿你的钱重建我的医院 那我以后医院的中立性怎么讲 那对于当地人来讲 就是美国人给钱该的医院 可是像有一些事件是像 比如说我还记得 朱沙滨拉登那一次是 比如说他用一个医生进去打疫苗 就是帮小孩打疫苗 这个借口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因此的争议 我想要知道 像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在发展中国家 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 白色的车跟交通工具 都不算是NGO 人道组织或NGO在使用 其实代表就是 相对是中立的东西 我们坚决反对你运用 人道主义或者是NGO形象 去从事不是 这个NGO该做的事情 好比说从事你们军事行动 从事你们政治目的的行为 或者是作为掩护 这个会对我们之后的行动 造成长远的影响 好比说我们因为我们的标志 我们的中立好我们可以通过某个检查站 他们都不会检查 都会放我们过去 那今天哪一个军方用了我们的车子 用我们的Logo 然后哪一天进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救援行动 那以后我们是到每个检查站 所有车子都被打开都要被彻底的检查 其实某一方为了自己 图立自己想要达到他的目的 然后运用了中立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就是相当大的威胁 其实我们是严正抗议这件事情 OK 今天非常谢谢刘医师 因为真的给我们带来一个 我们以前真的很少有机会 大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的一个面向 那我想虽然台湾目前是 这个防疫的模范生 但是随着这个全球化的影响 只要全球的这个肺炎疫情 一天没有落幕 我们就不能够松懈 那大家对于这一次疫情的冲击 有什么想法呢 非常欢迎上网来告诉我们 我们马上回来